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我愛的320 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最近北部跟東半部都是持續比較濕濕冷冷的天氣 而這樣的情形預計還會持續一個禮拜 一直到下週四之前 整個天氣形態都是維持比較濕冷的狀況 而從今天過後整個氣溫就會開始略微的回升 不過回升的幅度都相當有限 預計只有一度到兩度之多 而週六黃色小鴨就要在基隆港登場跟大家見面了 不過整個週休假期的時候天氣狀況是不太穩定的 所以有要前往賞鴨的觀眾朋友 務必要攜帶雨具 而且防寒的衣物可是不能少了 詳細的情形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目前主要的雲系已經通過台灣 台灣上空目前都是一些殘留的水系 就造成目前北部跟東半部 甚至是中部的山區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而未來的情形台灣還是受到東北風 還有南方水系北台的影響 全台的雲量都是比較偏多一些 而中南部有時候可以從雲縫中見到陽光 不過北部跟東半部也會受到地形效應的關係 雨是比較明顯一些 而未來四天的降雨我們可以看一下 週六的時候還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北部跟東半部雨是比較明顯一些 週六的時候水氣稍微減少 不過北部的基隆北海岸還是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所以有要前往賞壓的觀眾朋友 務必要攜帶雨具了 而到週一另外一波水氣的影響 雨是又會變得比較明顯一些 而高溫方面呢 全台高溫預計可以回升1度到2度 北部來到14到15度 而中南部有17到21度的高溫 而低溫方面呢 預計都可以回升1度到2度之多 不過整體來說還是比較偏冷一些 北部跟東半部來到12到14度 而中部也有10到14度 而南部的低溫來到16度左右 整體來說 低溫雖然有一些略微的回升 不過呢 還是比較偏涼一些 所以早往外出呢 務必還是要加上一些保暖的衣物 是比較保險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 我們來看詳細的一段影片 那天再次提到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 我們去看詳細的天氣 來看詳細的天氣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 睡醒於天氣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 所以你不覺得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 zweite天氣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